開心又一天 不開心又一天 那為什麼我要開心呢 有些人會覺得 情緒病就是你自己想不開 有情緒病或者有情緒問題的人 就會知道 當情緒好的時候 你就會選對那邊站 但當情緒不好的時候 你連對那邊都看不到 Hello 我是Wincy 我有選擇性加密症病症 我在大約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就開始出現這個情況 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就是因為我看成績表 發現我幼稚園在課堂 被人說了太多話 但去到小學 其實往後在學校的生涯裡 基本上我在課室 是沒有出過一顆聲 所以我就知道這件事 但當時其實不是太多人知道 這件事是什麼 這其實是一個小朋友 比較常出現的焦慮症問題 我自己就去到比較大的時候 一些焦慮爆發 再去尋求專業治療的時候 才知道原來我從小時候 已經有選擇性加密症 一些焦慮相關的問題 我在學校裡面完全不說話 甚至是廁所去不到 或者是別人想跟我說話 我又未必每次都會認得到 盡量可以不說 例如坐小巴 我也不想叫下車 叫不到下車 其實我身邊也遇過一些病友 他們都會說 他們不敢叫下車 坐了去小巴的總站 試過有一次有個普通話老師 我很緊張 又覺得自己會答錯 而這個老師都比較兇 然後他就叫我回答問題 那個問題很簡單 其實我也知道怎樣回答 我也想回答 那一刻 我不是刻意去玩 還是怎樣 但我以為自己回答了 如是者來回 他又問我 你為什麼不發聲呢 我就嘗試再說答案 好像是兩三個字的答案 直至他就問我身邊的男同學 你有沒有聽到他說話 那男同學零頭 然後我就知道 原來我沒有說到出聲 這是很深刻印象 到現在我還記得的事情 其實不止我見很多選監症患者 其實都有很多難聽的話 例如說你是否啞的 我叫你說 因為這麼少話你都說不到 喂 你是不是故意的 即是你已經在困難你的內心 然後繼續有很多人去攻擊 或者質疑你當時的情況 其實是我很想說都說不到 他們說的話 可能就令你很記憶 例如可能會說 除了你是不是啞之外 你不要故意玩東西 你故意不說 這些簡單的事情 你都答到亂了 或者你都不發聲 我正在問你 你可否發聲 都會有這些情況 我想有一兩個好朋友 是很能幫到我的 在人生裏面 當時認識了一兩個好跳脫的朋友 我會說是 他們好像很喜歡斷了一些規矩 和我的性格很南緣不切 但又不知為何是好朋友 我記得其中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因為我很怕跟老師說話 或者在學校內說話 有一個同學 他跟當時的班主任是好朋友 很好朋友 中一的班主任 因為剛剛出來工作 很年輕 有一次我的朋友 約了這位老師 和我一起吃飯 那一次就不在學校範圍 出去了餐廳 那一次就勇敢地跟他說話 自此之後 我就好像沒有那麼害怕 跟老師說話 或者跟這位老師說話 好像就打開了門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契機 尊散性加密症也好 或者讀寫障礙也好 其實沒有樣子看 不會像其他的 症疹我還可以給你看 有一堆症疹 但我們是完全看不到的 有些人會覺得 情緒病就是自己想不開 就是你想不通 其實事情很簡單 你想通便可以了 所以旁人 就算可能是家人 朋友 最親的人 其實都未必會很了解你 或者很知道怎樣幫你 因為我們知道 拆損了腳 你就知道要貼膠布 或洗傷口 但沒有人知道 如果你有輕微的抑鬱 或者有輕微的焦慮問題 其實你要怎樣去陪伴 或者跟他處理這個傷口 沒有人知道 有一件事我很深刻的 就是當時有些朋友分享 他會說開心又一樣 不開心又一天 為何我要開心 我覺得這個很真實 我們當情緒好的時候 你就會選對那邊站 但當你情緒不好的時候 你連對那邊都看不到 我想我會跟小時候的自己說 其實你不用怕的 你跟其他人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你在這個情況下 沒有辦法說話 不等於你跟別人是完全不同 或者你有病 即是很差 這樣